打線部分 富邦漢象的第一棒是李宗賢 第二棒王盛偉 第三棒王政堂 第四棒是董子恩 第五棒是昇浩偉 第六棒是扶手姚冠偉 第七棒是高火靈 第八棒是洆湞 第九棒則是一雷手王念豪 這是今天富邦漢象的先發打續 今天在富邦漢象的先發投手 則是遊婷威 這也是他們在今年賽季的 第一次到一軍來出賽 這位兄弟的先發投手是魏淑成 搭配的補手是高宇 捷一雷手陳俊秀 二雷手的是岳東華 三雷手許激鴻 游擊手是江崑宇 三位外手分別是左外野手 曾宋兒 左外野手月振華 以及右外野手張志豪 再來看到周董、周思琦 上週禮拜一天 在六月十六號 完成了他生涯的 第一百次到壘成功 也訴求均速來到一三七 這一球還是偏差 可以看 這一球擠出去到了右半邊方向 判斷一下之後往前追了過來 張志豪今天在右外野的位置完成接上 這個是想法 才來稍微做一些變化 喔漂亮 非常精采的變化 四棒的董子恩 這一球三雷手的正面 徐建宏接到是轉向二雷 這邊封殺一點王臉跑的李宗賢 結束了傅王翰將一局上半的進攻 是一個沒有人得分的一個半局 對 這一個滾低球在二雷手的正面 李宗賢 陳江一壘完成四下一人出局 這個是不一樣喔 是最強的打者是擺在第二棒 對,這一個球 哎唷 反手接王勝偉傳一壘 太死不累 他的應該是他的變速球 然後他也有一顆滑球 也在大約均速在一百二十公里左右 這一個球也要直接敗敗了 咬中就直接有了 陳昭在大巨蛋超完全雷打之後 回到自家的中繼儲場 再來一發 第十轟了 這幾球出速度來到了一百七十五公里 幾球一樣長二十五度 其實很平的 他出去的出速太快了 對 那個六萬一的時候 看到這個飛球也來得往後退 直接目送 這球一棒是直接出牆 也讓中繼儲場 在一局下半的進攻先吃得點 這算是半次的一個變動的效果 算嗎 你回答我嗎 沒有嗎 沒有 這樣子 好像是發生了一個化學效果 哎呀 又是有一點點 要打不打的情況 張梓豪這個球 結果打向了三北方向 形成了第三出局數 不過陳梓豪 這個球直接咬中就不用看了 中繼兄弟一局的下半 一比零在上線 中繼兄弟一局 中繼兄弟一局 URL 雖然是打到榜頭的一個位置 弱點是相當理想 投訴的一個能力 是 因為過往我們會覺得說 直插球是一個要讓他投到中間 然後往下掉變成挖地瓜 讓打成揮空的一種球種 按要求的 主棒滾低球比較軟弱一些 考驗一下許晉鴻的手臂 轉一壘 完成刺殺 不過一二壘上的跑者往前推進 也是富邦恆將去年第一輪選手 作為選技的球員 但這一顆球... 出棒這一個球打得比較高了一點 在中間方向的飛球 岳振華已經是就定位完成接殺 滿累的一個危機 最後是飛球化解掉 富邦恆將二局上半進攻沒有得分 你說另外一個張育成嗎 中間方向的一個屏被安打 曾宋恩 安打出來了 但補手的張育成也有機會 這一個球滾低球 來 中一壘 來 二壘這邊 哎唷 曾宋恩 你在幹嘛 曾宋恩太衝了 有第一個時間有發現到 那個點是三壘壘包 是沒有人去補位 可能也觀察到這個點 當發覺有人去三壘補位的情況下 在拉回來的時候 一壘手已經把球傳向二壘裂包了 這個球傳一壘一個出局 但王念浩非常的激緊 傳二壘 結果曾宋恩回壘不齊啊 他積極過頭啊 你看他又注意到三壘裂包沒人 才會有這樣的一個動機造極啊 這個球要中 但是楊嬌比較高了一點 左半邊方向的高飛球 完成接殺之後 形成三人出局 忠信兄弟二局的下半 是一個變相的三上三下 這一球直擊在中間的位置 形成的安膽王正堂 敲出了他在這場比賽的第一支安膽 是第四棒的董子恩 出棒跳沒辦法 這一球比較高了一些些 那野上的王正堂現在要衝三壘 變成一三壘有跑者了 滾地球早上的游擊 有機會哦 雙殺的機會 六傳四傳三 Double Play 那十二號尾敲了一個雙殺打 結束了扶包 和將三局上半的進攻 留下殘壘沒有得分 雙殺打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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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 出去咬中 在中右外野 方向兩邊的手都過來 最後要給誰 最後中外野 異位 對 這一球雖然被擠到一點點 不過方向也滿好的 落地是形成的安打 跑到一半了 十年下來 第一次來登陣到一軍的第一棒先發 這個球 結果一傳六再傳回來 雙殺 對 哇 雙殺打 嗯 這個球對於許傑鴻來想比較可惜了 一雷手王你好衝了出來 那現在要看嗎 要看嗎 再看一下 應該不要浪費了 應該是 好 好 拼野教練最後回去了 那也結束了在三局下半鐘兄弟的進攻 也是一個變相的三上三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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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的位置選掉 洆湞獲得送愛球保送 這個就OK了 是 相當一個標準一個投球動作 中線的一個位置打穿防線行程安打 要來看一下中間也處理了一個速度了 三連上的跑者現在要衝回來 這個球來不及了 撕了一分分數 大的強勁 三連這一邊來 球有露出來一點點 不過 哇 這球有擋住 對 這球 許激鴻有擋住 避免了二壘上跑者 有可能衝三壘 之後回來得分的一個狀況 擠了一下 變成了一個小飛球 要來看一下落點 最後呢 是讓中愛也完成接殺 三人出局 孫芙芳還是這樣滿美的一個局面 再度是沒有得分 不過呢 前面已經是有得下1分了 1比1 暫停手 先退板 喊一個暫停 但 對,我記得在擂包上面沒有人的時候 是不能喊出這樣子的一個暫停 把這個時間給停止的話 補手這邊就要喊暫停 這樣一個球呢 在中間方向的一個飛球 但是稍微被擠壓了一下之後 落地是形成了安打 這一球在棒頭上面 一開始的一個判斷 並沒有到位 這球三壘正面這邊擋了一下 但是球露了出來 跪著傳二壘這邊傳片 變成了一個爆船 這樣子分數要回來了 第一分先回來 打著這邊也上二壘 變成了一個爆船失誤 這一個球激動在中間 防線 中外野的一個飛球 距離應該夠了 三壘上的跑者現在衝回來得分 二壘上的跑者也要來到三壘 跌得非常的高 在內野的上空 壹壘這一邊王念豪 完成了接殺 形成了三人出局 不過從這個失誤開始 摔球保送 以及後續的一個安打高飛 犧牲打 中興兄弟的攻下了三分 目前是以4比1戰時領角 是... ces第二波 爭取著 來看落地 3地ter 收衹球 足省 拉掉了 這個位置 足省給了 這一個高度 突然間 陳子豪想說我的身高有跟摩依一樣高嗎 拜天那一場啊 是是是 對啊 那些落後 落後的時候的場 頭的 虎虎身風 天啊 哇 兩者四外球把我送 那不管是七局八局的這種中繼投手 還是第九局的這樣子的投手 起高起來 在左半邊的一個飛球 左外野這邊是比較淺的一個位置 現在的一個回船是擋住了三壘上的跑者 這個球要在左半邊方向 但是接殺之後 三壘上的跑者要衝回來 這個高飛犀生打是順利的完成 內眼反彈球 早上江崙宇接到電波甩一壘 最後呢也是OK 抓到第三個出局數 但富豹看起來滿累的一個機會 沒有中計的 是靠近高飛犀生打工獎了一分 目前是二比四 還有兩分要追 把機會留給你 想一個球 在左方邊 搖落地形成德州安打 對 好球 直接塞進到好球帶來 直接塞進到好球帶來 身奧偉是遭到了三陣 就一次面對到李政昌 捷球打在了中間方向 打得滿扎實的 但中愛一手再往後 推一斜到警戒區前 完成接殺 岳正華跑得非常的遠 很重要哦 揮棒落空 最後一五零公里的訴求 三陣掉了高國磷 也接受了副方漢將 在七局上半進攻 留下慘累沒有得分 這球三壘邊線 反手這邊是被擋了一下 起身來不及了 曲解 還是點 但是點成頭手正面下丘之後 看了一下二壘再往一臉送 就有那種低棒的角色 那種想法 是 這球打得比較高的一些 卸在左半邊方向 抓野手往前 再稍微砍一下球之後 完成了接殺 兩次線凌輸一樣像 這球偏低 四萬球暴走 奇怪 這一個球 擊散了在中間方向的 飛球一般深遠的 這位野手 拆脫也接不到 這球落地形成安打 那拋者回來 第一分回來之後 第二分也要回來 這個回傳球來不及 陳曹四神安打 再添得了兩分 中藝兄弟6比2 不然打到屋頂的話 對扶手 有些折勝角度的話 對扶手 來去處理這個球 真的是比較困難 是 中線的一個位置 投手有稍微碰了一下 那這個球最後甩一壘 還是來得及 哇 最後 周朱誠這邊的一個反應 夠快啊 刺殺掉了 曾宗呢 也接受了中心秀 第七局下半的進攻 不過 在陳軍秀 給予了陳 找到指示之後 這一球都讓大家大概 帶動了2分6比2 展示領先 好帥球的寶送 那是懲罰吧 這一個球要安打了 在界內 恰莫皮的安打出現 那現在張坤宇 再來到三壘這邊 停得下來 狀況還不是變冷的 是 新兄弟是4月18號 這一球攻起來 要在左半邊方向落地 形成安打 三壘上的跑者 確定落地之後才往前 他打下了1分 滾底球 一壘這邊有 結果是落了出去啊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失誤啊 我是覺得這面這一球 可能會出的 會比較乾淨一點 哇 今天的董梓恩跟王念浩 在手臂方面都有 比較大的瑕疵 對 這個 哎呀 那這個是直接出身球了 他真的很低力 是 前一個球在中間方向的一個 沒球 趙燕手往後退 完成接殺 不過高推犧牲 打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這種搭乘的 不可以讓他先發出上 別的就很可憐 插浪被捕 最後只要擦到三陣 滾底球在中心的位置 比較軟弱一點 那短拋 封殺了一壘網 二壘跑的跑者之後 結束了中心兄弟八局 下半的進攻 他的一個控球內容 這一球被帶起來 到了中間方向 沒什麼問題 是 宋承睿完全接傷 一出球 回關無空 三陣掉了王振航 這個變化就投出去了 中心 這個球打到王凱誠的腳 而且彈到外野去了 這時候直接蹲 內的反彈球 要交給二壘手來做處理了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也抓到了第三個出局數 最後八、九局的上半 中心兄弟呢 收下了這三個出局數之後 還是很痛 王凱誠 勝利的投完 但是還是很痛 不過中心兄弟 最後呢是以九比二 來擊敗了破方漢獎 中心兄弟